大家好,我是Emily 我要和大家分享的是 我的顾客Selly如何善用HO氢氧气 处理好她的易碎的宝宝打医防针后 引起了发烧、感冒、流PD及泻肚子的问题 1月5日那一天,我的客户Selly 带她的宝宝去诊所打医防针 回来后,Selly就发现她的宝宝身体越来越烫 开始流PD,再加上刚好宝宝长牙齿的关系 所以也是有泻肚子 那么Selly就马上喂她的baby吃发烧药水 可是久久还不见得有退烧 反而发现到好像越来越严重 她就打电话来询问我要怎么办 我就建议她马上给宝宝CHO 因为使用HO可以排坏的自由基 有效排酸毒及快速灭咽 可是她说宝宝不要让她 把Canuna塞进鼻子吸,要怎么办呢? 那我就说,就等宝宝睡着了 再用Canuna放在靠近宝宝的皮拱给她吸 Selly就握着Canuna给宝宝吸大概一个小时的HO 宝宝睡醒过后,她不愿意使用Canuna来吸 Selly只好用HO humidifier继续给宝宝吸大概有半小时的HO 渐渐的Selly就触摸到baby的体温开始下降了 从39度下至正常体温37度 也再没有流PT了 她说以往,宝宝如果流PT的话 是要用几天才会好的 那第二天,虽然没有再发烧了 不过Selly还是有继续让宝宝吸HO 她还拍了这张照片给我说 Emily你看,我发现到我的女儿好喜欢你这一台humidifier 因为她可以坐着吸很久 宝宝整个生病过程 一共只吸了一小时半的HO就完全退少 也没有再复发了 那第二天,Selly很高兴的来跟我说 宝宝经历变得很好 当然,根本都不像有生病过的样子 而且,宝宝还很active及胃口很好 Selly非常满意HO快速的解决了宝宝发烧的问题 她很愿意把她这次的经历分享给大家 让所有的妈妈如果遇到宝宝生病时 同样可以善用我们的HO轻松的解决问题 最后,谢谢Selly的分享 使用NATURU非药物疗法呢 是可以达到一个排毒抗发炎弊病的一个效果 最高效率的排毒抗发炎的方法就是使用HEL HEL是可以帮助我们排掉坏的自由基 排酸毒达到一个灭烟弊病的最佳效果 第二项就是HTT HTT是有效的排寒湿毒疏通我们的经络 达到一个局部性的止痛 第三,The 1-to-1 Diet The 1-to-1 Diet的Step 1跟Step 2呢 是有效的启动一个自觉系统 它帮助我们的身体排掉一个老旧细胞 让我们的老旧毒肺物呢 顺利的排出体外 而且补充齐全的营养 第四,就是用LifeSpark LifeSpark呢 最有效是排血液的垃圾 补充我们的神经细胞 而且维持五脏六腑的健康 那记得要长期保持健康的过程中 一定要常使用这四个方法 就可以达到我们的Netrofit药物疗法的排毒抗发炎和弊病的效果